公正人員參選及任職修訂條例草案刊憲 下個月17日提交立法會搜讀和異讀 政府說有關修訂是履行特區政府憲制責任 對落實愛國者治港有重大意義 修訂主要涉及六個範疇 包括明確化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引入區議員宣誓規定 完善監製人安排 或一由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士擔任 亦會修訂立法會和區議會條例 訂明違反誓言等會喪失出任公職資格 同時在行政長官、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中加入限制 任何人曾拒絕宣誓或違反誓言等 5年內不得參選